先给大家看一样非常有趣的东西 把这两个长得像是扳手一样的东西 头对头慢慢靠拢之后 它们俩就可以正好咬合在一起了 拉开它们也会彼此松开 毫无阻力 稍等让我们把它俩稍微抬起来一点 离开桌面看看 这个时候就怎么拉也分不开了 看起来松松垮垮的 但就是连接的十分结实 直到我再次把它们放回到桌面上 或者向上提起这个圆柱形的插销 这是什么玩意儿 它有什么用 我是百科全素火箭素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 这个就是诞生了100多年 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一项黑科技 粘式自动车钩 用来把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连接起来的 用在火车上又叫做粘式车钩 那一定是粘天佑它老人家发明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误会 粘式车钩的确是由粘天佑引进到我们中国的 但是它的诞生地是在美国 有一个叫做伊利·汉密尔顿·詹尼的铁路工程师发明 在它发明粘式车钩之前 美国用的是一种类似于变证的车钩 就是一根有着方形盲孔和插销通孔的方棍子 外带一根铁质的插销 再加上一个能够插进盲孔的铁环而已 需要连挂的时候就把插销提起来 把铁环塞进对面那根方棍的盲孔里 再把那根方棍的插销插到通孔里面就可以了 拉的时候铁环受力 推的时候方棍受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目的 但缺点也很明显 即使连挂和解挂都需要人工操作 既费时又不安全 很容易就造成人身伤亡事故了 铁路工人为此怨声载道 另外由于受力的是铁环 插销这种明显不能做的过分笨重的零件 就导致了火车的牵引质量没法上去 有个小几千吨就已经是上线了 要是遇到个坡道什么的话 那就只好进一步的打折了 这对火车的良心发展可不是什么好事 同一时期的欧洲也好不到哪去 英国工程师发明的缓冲柄加链式车钩的搭配 操作起来同样复杂 或许比美国人的变增车钩更加复杂 因为他们在把铁环挂到钩子上之后 还要再拧螺杆 两节车厢实际上就是靠这根出于20毫米 螺纹高度2毫米的螺杆连在一起的 你说它能够承受多大的拉力呢 所以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1868年英雄诞生 美国内战退伍老兵詹尼 据说是看到了一群小孩子 在做游戏时相互之间手搁着手的场面后 受到了启发 就想能不能也设计出一个类似于这样 自己会握手的车钩出来呢 于是詹式车钩诞生了 并一路影响人类直到现在 甚至还会迈进未来 它的结构真的是非常简单 但其中蕴藏的机械原理却很巧妙 下面我就借着这个用3D打印出来的 简化版模型来说明一下 詹式车钩的勾头大概分成这几个部分 勾头主体 勾舌 把勾舌连接在勾头上的勾舌插销和勾锁了 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勾舌深入到勾头内部的结构 它下面有个斜面 上面有个台面 正好可以跟勾锁上面的凸起 和下面的斜面配合起来 当勾锁往下时 这个凸起正好可以卡住勾舌上面的台面 因此使它动弹不得 当我们往上拉勾锁时 凸起就会离开台面 而勾锁下面的斜面 正好跟勾舌下面的斜面接触在一起了 要是继续往上运动的话 就会由于斜面的影响 把垂直的力分解成水平的力 将勾舌推出 当然 由于勾舌被插销连接在勾头上 所以只能是从勾头里面转出来了 做好了再次握手的准备 当这样两个稍稍张开手的勾头碰在一起 相互挤压之下 勾舌被重新挤回到勾头里面 勾锁下降 凸起卡住台面 于是就怎么也分不开了 你看 这个连挂的操作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自己就完成了 解挂的操作 也只是需要向上拉一下勾锁而已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并且由于直接成立的勾舌强度 可以做到很大 所以沾式车垢的拉力也非常厉害 可以拉动好几万吨钟的列车安全运行 直到今天 还是很多普通列车的连挂方式 当然 动车除外 因为我们又要速度又要舒适 它的连挂就是那种无缝式的电气化连接了 也很炫苦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关于沾式车垢的知识 我相信 解说的再详细 也不会有一个实物拿在手上仔细琢磨 那么直接 所以我决定送出三对这种 由我自己制作打赢的沾式车垢模型 想要的话 就关注转发仔细的评论吧 我看哪三条评论 最受大家欢迎就把这个科的火箭书的车垢 送给你了 另外春节就要到了 这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春之际 西瓜视频发起的过年好知识创作人活动也开始了 我也受邀参加 春节假期我们除了吃好喝好 也能够学好知识看好内容 如果你也想说点什么 想聊点什么 欢迎你参加活动 发布视频并投稿过年好知识创作人活动 立刻就能够参与了 活动期间 也请你为我的视频 点赞转发评论 发弹幕 你也有机会获得抽奖 华为笔记本电脑大奖的资格 谢谢大家了